大家好 欢迎来到 安妞韩国头 下午五点钟你在做什么呢 这一集很精彩哦 要跟大家讲BTS 如果你是防弹少年团的 ARMY们粉丝们 一定要看这一集 因为这一集 这一周啊 全部都是这个世界弹 防弹少年团的大新闻 什么大新闻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先讲一下 卖个关子 要跟大家讲 因为你一定要全程看完 今天还是有抽奖的 好 BTS 我们第一part就要进什么 你知道吗 Oh my god 真的是OMOOMO 听到都是OMOOMO 在那边大叫了 他跟我这个世界 最爱的世界英伦的这个乐团 你知道是谁吗 摇滚集乐团 酷玩Cosplay 大家知道Cosplay吧 Cosplay大概都知道吧 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唱给大家听 可是会走音哦 Ello 这首歌 recognised burden 我知道水晶酒我唱得不好听啦 对但它跟这个酷玩乐团 BTS跟酷玩乐团 竟然是打破自圓壁 他们要合曲单曲 好这首歌真的很棒 我昨天听了以后 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听 因为碍于这个版权的问题 我们先放一小段就好了 给大家听一下下 好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明快的 这个就是Cosplay的这个曲风 有点颓废然后乐团 不过后面其实呢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YouTube去看听一下 因为已经上线了 这个是刚一上线啊 天啊我的妈 已经冲破了百万点月的 这个次数 因为大家觉得天啊 我们的BTS防弹少年团 竟然跟世界级英伦摇滚乐团 酷玩乐团Cosplay 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组合真的是 他们一起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他们这个等于是 这个封面是已经出来了 就他们这首单曲 那这首单曲呢 其实叫做My Universe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画面 就是这是酷玩 左边的大家在右手边的 左手边的这个是Cosplay 然后在过去的是 那个BTS防弹少年团 那他们的合作呢 其实让大家都觉得 哇塞超级尖叫 而且我跟你讲 强强联手为什么呢 因为呢酷玩乐团宣布 这个要跟BTS合作的时候 主唱克里斯马丁啊 听说呢因为他们也是BTS的粉丝 亲自飞到首尔喔 亲自飞到首尔 还交换了衣服 大家这个导播图 可以让我看一下 他们这个有这个 大家一起合照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首歌呢叫做 My Universe My Universe My Universe 那其实呢在之前 大概14号宣告的时候 放出20秒的音源的时候啊 网友就已经尖叫不止了 你知道吗 搞不好可以帮我换一下 就是他们的那个照片 就是他们有一起在首尔 就是他的主唱 Cosplay的主唱 飞到这个首尔去 特别跟他们 还交换衣服喔 就换他们的那个衣服 就是比衣服这样穿这样子 另外呢这首歌呢 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一次呢是怎么说呢 他们这一次是 呃用英文跟韩文 前面大家稍微听到 其实有点Cosplay呢 就是有点颓废 有点呃就是 大家知道他们的 他们的摇滚的那个风格 后面 因为我们不能放太多嘛 就是后面大家在听 他的那个Rap的时候 就有那个就是BTS的韩文出现 这首歌真的超级 哦 真超级棒的 我真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哦 整个精神都 其实我并不是BTS的Army啦 但是我真的觉得 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就是就是这个主唱 克里斯·马丁呢 他特别到首尔录音喔 而且重点是 他们穿上了衣服续号 而且呢 这首歌呢 其实是在这个Cosplay的 这个第九章的原创作品里面 会发行 而且这个曝光啊 这个合集照曝光之后啊 这个Army们啊 还有就是Cosplay酷丸的 那个粉丝们就是 大家觉得这根本是 亦次元的结合耶 英伦的这个摇滚乐团 超级摇滚乐团 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蛋BTS 全世界都厉害的这个BTS 哦这个真的是 MV真的是蛮精彩的 MV的画面是不是可以 就是让我 MV的画面刚刚其实 我们刚刚其实 应该是说还没有出来 就是这个MV 对然后呢 MV就是你有看到 它的中文字幕已经出来了 因为我特别敲选了字幕 因为他们这首歌呢 其实应该也是在讲说 就是希望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 吉他首呢 其实它希望说 有一种朦胧的电子乐的结合 一开始就是那种 Cosplay的那个风格 就是基本上有点 朦胧的电子乐的风格 然后散发出一个浪漫的气氛 它是一首甜蜜的歌曲 这个My Univest First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一个甜蜜的歌曲 是个爱情歌曲 但是呢 他们呢都有一个目标 就Cosplay跟BTS 他们其实填写这个 英韩歌词的时候 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两年 这个Covid-19 尤其是今年Covid-19的疫情 就是希望写给这些 因为Covid-19全世界 疫情而疲倦的人 想将这首温暖的 这首歌的歌词呢 写在里面 希望呢用韩语 防弹希望用韩语跟英语的歌词 搭造防弹少年团的英文也很棒 所以呢像宇宙般的 存在的你表现 表现无限的爱意哦 这个爱情可能是给 你的情人也好 或者是正在Covid-19 就是奋斗的人也好 希望给疲惫的他们们 送上安慰跟鼓励 而这首歌呢 这个拥有强大这个粉丝的 ARMY的防弹少年团 和世界超级英伦乐团酷玩的合作新歌 是否能刷新 这个英国的官方排行榜的排名 非常相当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BTS之前的Dynamite 还有就是Barter 曾经啊这两首歌都在官方排 排行榜排名第三 那这首歌买他们两个人 两个团体买Universe 预售一开启就已经听说买光光了 哎表示这个排行榜 会不会冲上第一名呢 哎我们拭目以待 好第二part 还是我们的超级世界蛋 超级世界蛋 超级世界蛋BTS 他们这一周 除了我昨天 我昨天看到这个大新闻之外 他们跟Cosplay的那个歌曲出来之外 还有一个超级大新闻 大家一定都有看到了 他们真的是 你知道吗 被逼BBC 誉为21世纪的PITOS的 防弹少年团 他们真的是世界蛋 他们呢已经第三次 第三次在9月20号 上联合国演讲 布什在联合国演讲哦 而且是跟文在寅总统 韩国的文在寅总统一起出席 而且呢 他们是第三次到联合国演讲 另外呢 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MV的歌 他们的创举我真的是 他们这一次在联合国里面 哎待会会有MV出来的 可能没有声音 因为先给大家看他们的这首 联合国的这首歌 来 他们在联合国里面的里面 表演呢 好 好导播同时可以帮我们CUE画面好不好 MV的画面 MV的画面 这是演讲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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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呃这是COSPR的 MV的画面是另外一个就是在议会的画面好不好 这是英伦的画面 是不是很厉害给大家看一下下 好 其实待会这个导播这个画面 待会我们再CUE一下他们的画面 这首歌就是真的很厉害 你如果看到画面的话 一定会看到 哎这个现在我们先看到 他们是第三次演讲的画面 待会再给大家看MV的画面 他们真的是第三次出 出席美国联合国的演讲 全程用英文 真的是超级超级想 这是第一 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MV出来了 MV出来了 你看到就是我刚刚放的这首歌在 他们就是在这边 呃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议厅里面 表演 然后歌曲非常的轻快 大家可以看到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整个走遍了 就根本就在拍MV嘛 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强的 有没有觉得哦他们上这个 去这个联合国还表演 然后这个 呃大概是在9月20号好像播出 结果点阅率也超过了这个 百万的人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看他们几乎是就是 呃一镜到底在拍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在这个联合国唱歌表演 大家都疯掉了 阿民们都觉得哇塞 简直是韩国之光啊 真的真的 而且第三次啊出席联合国这个会议 他们这一次呢到联合国演讲在9月20号的时候 基本上呢哎要跟大家讲 他们呢是18号就是前往美国参加这个 第十期第76届的联合国大会 这一次呢他们是在发表永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会议上 代表青年世代以及未来世代进行演讲和表演 这是防弹少年团哦 防弹少年团第三次在联合国的大会进行演讲 而且呢呃这一次呢其实呃对大家来说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这次演讲呢还带来了表演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呃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演讲 你可以看到就是呃这应该是第一次的 就是在2018年的演讲 他们全程用诸呃等于是全程用英文 在演讲的那个过程当中 天呐真的是百 来吸引了百万就是这次的亮相 BTS这次的亮相在联合国 超过百万的粉丝收看哦 连这个韩国总统跟他一起去啊 文在寅啊都说比自己的演说有效 因为基本上这次文在寅去美国 是带着防弹少年团 因为他们就是把防弹少年团 就是韩国把防弹少年团BTS 当成是担任未来一代与文化的特别使节 所以呢等于是文在寅跟这个BTS 一起去美国的这个呃 联合国的来表这个等于是说演讲 那文在寅自己都说哦 他们这个拥有百万粉丝 真的真的是叫自己 如果是他自己演说可能都没有 都没有这么有用 就是没有那么的渲染率这样子 他觉得呃他自己还在 接受广播的时候讲说 哎可能远教于联合国秘书长 或者是他自己文在寅自己 发表这个数以万计的演说还有效 真的是蛮有趣的 那成员的真国 如果是阿密门大知道的话 成员的真国呢他是讲说 哦 他们在这个第三次上去的时候 又有表演又跳舞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觉得 impossible 真的是觉得难以置信 他说对于就是愿意担任 就是文在寅总统的这个特使特节 他觉得飞就感觉那个时间 好像停止了 并且啊他们BTS把这个重要的使命 希望呃就是年轻的一代有希望 然后有进步的这个标志 对他来说真的是意义重大 我相信对BTS整个团员来讲 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而且这个超级狂的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在联合国会议厅 霸气的表演哦 这这首你看真的是 在真的是应该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史上第一团 真的 BTS在那个联合国霸气表演 韩国的往事真的是嗨翻说 我的妈呀 真是韩国的骄傲哦 其实呢 这个连BBC都誉为这个 21世纪PITOS的那个BTS 他们不但三度进这个 联合国的议会演讲哦 其实呢要跟大家讲究的是说 其实他们出道的时候 其实是算是土汤池出身啦 都是一个他们自己在 之前我上次讲的 就是金汤池 银汤池 土汤池 他们在歌曲里面就有讲说 他们是土汤池 就是比较中下阶层的成员出身 但他们自己其实在歌曲上面呢 有一点一开始有点就是反奉韩国社会 以及就是有就是对于就是年轻世代的一些想法 比较不同 那这首这些歌曲呢就让 等于是说让这些歌曲让年轻人 或者是韩国的一般 普国大众的民众 不是采罚那些 觉得心有七七焉有感觉 那他们到底创下了多少高峰呢 我们CG图来看一下下 世界蛋BTS到底有多狂 好我们导播可以帮我们切一下 就是他们两度在这个 Billboard拿下最佳社群网站的艺人 这CG切一下下 还有就是Billboard的200公下第一名 成为了第一组以韩语作品 在该榜夺冠的韩国歌手哦 另外一个是第一个踏上联合国演讲的偶像团体 新歌MV创下YouTube最快破千万点击率的影片 欧美大咖争相合作示爱 与这个尼奇米娜 还有这个老烟枪双人组合 约翰传奇这些大咖都公开说 我是你的阿米们啊 都公开说 还有画面再切一下下 我们看一下爱人秀跟吉米秀 BTS出演了出国 这个美国知名的脱口秀 有爱人秀跟吉米秀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 哦这个是应该是爱人秀 爱人秀跟吉米秀 对爱人秀的画面 你看BTS上了美国的爱人秀的画面 然后还有吉米秀的画面 甚至还有美国达人秀 早安美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应该这样讲 BTS其实从我研究韩国男团开始 其实应该说这十几年来 就从Super Junior或者是赛大叔 或者是我们听到的 其实Wonder Girls Wonder Girls其实有上美国排行榜 对这是他们是始祖啦 其实前面打的基底 包括Super Junior Wonder Girls 就是Nobody那首歌 你知道应该我到现在都还会跳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na nobody nobody but you 这首歌在美国当时也是很厚 然后还有赛大叔的歌 其实都是在美国就是有造成一些风潮 那在美国打了这个 韩团打进美国基础之后 当BTS这个团体出来的时候 他的歌曲跟过去的韩团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些前辈大哥男团 就是等于是帮我们打他基础之后 BTS这个有一点反凤 然后又有一点希望能有帮助青年的这种感觉 抓住了非常全世界的心 而且真的是我跟大家讲 真的是超级厉害 我们现在就访问到韩国文化研究者 陈庆德陈老师 陈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防弹少年团为什么能打入全世界啊 水晶水播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刚才 然后刚才水晶水播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BTS现在会这么红 有没有 其实这个议题非常大 大概我前 在全球有心理所谓的BTS的现象 有没有 然后基本上在市面上 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在介绍他们 在韩国或者在全 应该算全球吧 都是一个蛮独特 当然我就觉得非常正面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要说起 要说起为什么BTS能打入国际市场 为什么收到这么多人欢迎我 我分为三点来说 第一个我们知道在韩国的演艺圈 大部分有所谓的潜规则 可是在BTS出道的时候 基本上他跟所谓的乐影迷的关系 并不是说善跟下 或者我们说韩国假翻跟乙翻的 BTS刚出道的时候 常会透过所谓的新媒体 比如说脸书 脸书啊 推特啊 或者是instagram 跟所谓的影迷做交流 我可以可能为影迷说 我今天表演好不好啊 跟乐迷说我今天唱的歌 怎样 你需要改进的 这会让一些乐迷觉得 偶像不再像过完以前 离他们这么这么远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们刚出道的一个 也许不能说是策略吧 因为他们我知道 据我所知他们并不是说 全部都出生在首尔时区的 他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在 比如说小城市 不要说像西亚小城市的地方 就是个性比较算是天真 或者是单纯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他们利用这个方式来接近 那个所谓的乐迷嘛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能够吸引所谓的年轻人 注意刚才有提到 联合国那个美国时代 跟他们讲说 他们是下一代的年轻人的领导者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歌曲啊 我觉得都大部分充满 非常多正面的力量 比如说他们描握 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啃老嘴 没有 他就提醒南韩社会有这种现况 或者他比如说 他之前有参观 他是21世纪少女嘛 里面有提倡所谓的 男女性别性别平等的问题 而且是不是有一些社会议题 比如说南韩的这种 上次我们提到的 金汤匙土汤匙这个 他直接把它点出来 有点反风的味道在里面 点出了南韩人这种的心声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K-POP大部分里面 都描述比较 比如说风花雪月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悲伤的 可是在基本上 我看BTS所唱的歌 大部分都是充满非常非常多正面的 所以我要来举个例子 好像也是前阵子嘛 他们有个单曲 然后就是透过手语 叫大家来跳舞 我觉得这也是照顾到所谓 有些人搞不好 有些耳朵 可能失聪的一些人士 可以借用他们跳舞的方式 或者手语的方式 来接近音乐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第三个我也觉得BTS 它让我觉得蛮钦佩一点的是 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乐团 或者是一些歌手 通常有名之后大部分都会走偏 什么叫走偏 可能就是他不会在求所的进步 或者是怎么说 就是开始以盈利赚钱为主 可是我们从BTS的角度来看 他比如说刚才水晶主播提到 他们第三次到联合国去演讲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帮韩国 韩国这个国家真的非常多的面子 或者说推广自己的国家的品牌 我觉得也蛮好的 同时我们也要慢慢的关切到 比如说刚才水晶主播提到 他跟库网 那个corporate和这个新的单权 里面还有 比如说他们还推广自己的韩文 韩文就是韩语这种东西 就是英文跟韩文这样子混杂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算是为什么迄今到韩 韩流能够流行全世界 我觉得蛮重要的主要 就是韩国南韩蛮注重 所谓人才的培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觉得BTS好像出道这几年赚的 不要说赚的 他们所得到的一些 比如说版税 或者是一些唱歌 好像超过台湾的一年 整整一年的七个帅气的小男生 他们赚的钱 整整超过台湾一年的 所谓的全部的税收 所以我觉得BTS的现象 当然不只是有音乐 也值得我们比如说台湾政府 或者是我们一些 台湾的朋友可以关注 其实人才的培育 或者对影视圈歌手的培养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基本上他们当时IPO的时候 定价是13.5万韩元 大概是3385新台币 然后当时是已经高过于大力光 目前的当时大力光的市价 而且开盘真的是蛮厉害的 等于是最后呢 等于比大力光历史最高价 6075元再高四成 真的是一只金鸡母 甚至韩国政府因为觉得说 BTS实在是韩国文化推广 全世界的一个文化财 所以等于是说 好像有刻意要让他们修法 放坏他们这个 让他们就是 等于入伍的年限 有延长对不对 对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那个新闻 我们到前阵子不是有 东京奥运吗 有没有 然后韩国饭球队 不是打输日本吗 可是我们知道 韩国饭球队在上一届 好像是第一名 就打输日本 然后韩国的那个网友 就非常生气 我说因为在根据韩国的法令 如果运动选手能在外面得牌的话 基本上可以免除所谓的兵役问题 然后在他们这次打输之后 很多网友就批判 把这些运动选手的 都全部把他送去当兵 然后他们反而提出 为什么这么红的BTS 南韩政府却没有考虑 要不要免除他们的所谓的兵役 这个期限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南韩兵役不像台湾 台湾目前好像是四个月 我记得不到一年 可是韩国的话 他的资料是大概24个月左右 也快将近两年 两年虽然有点缩减 是要一年八个月 一年十个月左右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 就是期待BTS能够免除 或者缩短他们的疫情 因为他们的疫情 是因为如果BTS没有去当兵的话 那个继续推广 就是我的韩国文化 对 韩流动 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文化财 我觉得 对 然后第二个其实在 韩国之光报 其实想意思一下韩国好了 其实韩国的军事 其实军队里面 其实蛮多黑暗面的 比如说我查到里面的 比如说亲生的人数 可能有100 在平均一年大概快100多个 这种东西如果 他们当很多阿米 就觉得BTS进去 会被一些欺负之类有的没有 他们哪有担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就在半年轮上 所以真的是 南韩还特地听说要修法 就是南韩政府想要特地修法 就因为BTS在全世界 已经是疯狂了 世界蛋了 所以就它创下太多太多的记录 刚刚我那个CG有讲 他们创下太多VILBO 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记录 所以他们希望就是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是 有些南韩的演艺人员 他们其实是红了以后 可能吸毒啊 或者是没有在进步啊 可是或者是有些男团 我相信就是庆德兄 应该知道就是说 很多韩国男团红了以后 就不是演戏 或者是就是游戏 就可能就是脾气大了一点 或者是说 就是做了一些 波黑的事情啊 吸毒啊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在新闻上面看过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土汤池出身的 这个BTS世界蛋 他们真的是 往他们的金汤池 用自己的力量往金汤池在走 我们今天也谢谢 谢谢陈静德老师 就帮我们分析 谢谢 BTS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那我们就先 谢谢 下次见 下周见 对 好 接下来呢 要介绍又是跟BTS有关哦 这哎 我们有抽奖 抽奖 这个一定要赶快来看一下 好 BTS们 还有韩国男团最爱吃的是什么呢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当当 这个是韩国的传统食物 泡菜炒饭 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个版本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由大直 刘正川韩朝霸提供的 一直都是大直 刘正川韩朝霸提供的 他这个做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有筷子 我现在闻到味道真的很香 对 因为他的泡菜呢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肚子饿了 你现在应该已经接近 快到八点了 他的泡菜就在这里面 有没有 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呢 有些呢 这一款呢 其实就是 他们在店里面叫做 乙母泡菜炒饭 有加海苔 你看起来这么简单的食物 对不对 简单的食物 对不对 可是呢 却是韩星们 他们超爱 连BTS跟Seventeen男团都超爱 尤其Seventeen啊 他们基本上你知道吗 是有一个团圆是每天都要吃的 好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呢也是白中原老师 大家如果有看韩中的话 白中原老师就是我们有点 台湾的阿基斯之前的 就是韩国的非常厉害的白中原老师 他在韩国有主持非常多的 就是美食节目 美食达人 也是个企业家 这个就是他做的样子 有一颗蛋的这个 这个韩式的这个泡菜炒饭 跟大家讲一下下 好我放在桌上 那来解释一下下 其实呢这个泡菜炒饭 BTS的叫做J-Hob 非常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喜欢吃传统的 韩国食物包括泡菜 然后另外呢 大家有看到了吧 他们BTS 他们学做在韩中里面做那个 他们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上网查 光是泡菜炒饭的做法 就有124种以上 124种以上哦 你可以看到ARMY们 就刚刚看到图上 刚刚那张图 就是他们很多ARMY们 跟着BTS吃了这个泡菜 他们喜欢加五花肉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是当然就是 有因为这有124种还是炒饭 那要跟大家讲说 它其实算是 韩国一个非常平民的料理 然后也是拌饭的一种 像是BTS里面的敏爷啊 那个不是BTS的这个画面 就是有一张比较黑的那张照片 不晓得有没有看到呢 就是那个17的画面 男团 他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吃 泡菜炒饭 那其实呢 还有这个白中原的 这个泡菜炒饭呢 其实呢比较特别 因为其实泡菜炒饭是朝鲜民族 就是基本上他们的饭食 一种拌饭的饭食 那就是这种拌饭类配料 除了有朝鲜的泡菜之外呢 还有蛋 火腿 海苔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 有蛋 有火腿 有泡菜在里面煮 那像BTS他们很喜欢的 就是五花肉 哎这个照片出来了 就是你有看到哦 仔细看哦 那个17男团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红的 那个韩国男团 他说我就是每天都要吃 早上都要吃泡菜炒饭 我觉得他食量挺大的 因为就是 像是我们之前介绍的 那个十锅拌饭 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 也是吓到了 就是哎 他们一早就吃了 一个十锅拌饭给我 我想说我食量有那么大吗 不过他们真的就是 这个泡菜炒饭 非常非常的平民 而且非常好做 有124种以上的这个做法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一点像 白宗元老师版本的 泡菜的这个 这个炒饭的画面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这个一幕 泡菜炒饭呢 是由大致的 刘正川韩朝霸赞助提供 如果喜欢的话呢 哎我们要来抽奖咯 好 爱妞抽奖时间来了 如果你们喜欢吃泡菜炒饭 也可以到大致刘正川 韩朝霸来吃吃看一目 他叫一目泡菜炒饭 好抽奖时间到了 我们先来问第一题 请问一下 这很简单 请问一下 今天就是轻松 因为BTS真的太轻松了 而且我超级 觉得这个话题太棒了 他们一周有两个大话题 请问一下第一题 BTS BTS 好他们呢 第几次上联合国演讲 超简单的吧 超简单超简单 第几次 好我们第一个答对的 请小编记起来 好不好 我们请小编记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 小编记起来 等一下应该有人在留言了 我们时间有一些秒差的关系 好第一个请问一下 就是 BTS世界蛋 第几次上世界联合国演讲 好很简单哦 对 好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一下BTS 这一次呢 和酷玩乐团Cosplay 他的这首歌叫做 这首单曲叫做什么名字 Google以下就知道咯 很简单的题目吧 这今天的题目不难 不难不难不难 有吗 好小编记起来了吗 应该有粉丝已经答对了 对不对 好 好第三题是 请问一下 这个 韩式泡菜炒饭 我刚刚讲到 至少有 多少 以我的数字为主 至少有多少种 一百多种 好 至少有多少种做法 如果这题太难的话 应该回放一下大家 应该会找得到 上网Google一下会找到 对 我们就会送出什么呢 好 跟大家讲 今天送 海鲜煎饼 还有我们 大直流正团提供的 明星炸物小点 你别看他这个很多 这还有韩国 韩国料理的 那个紫菜包饭菜卷在里面 对 还有 就我们的 爱豆水 韩国的爱豆水饮料 第一个抽中的 第一个抽中的送海鲜煎饼 好 这由大直 刘正川韩朝把提供的餐券 谢谢他们 他们赞助的 第二个 刚刚答对的 送我们的 明星炸物小点一份 很大盘喔 有薯条 有火腿 有韩式冬粉卷 然后鱼板 炸鸡吧 还有花枝圈超多的 得到这一盘也很多 对 第二个 答对的 好 我们小编已经在 已经在记得你 答对的话 第三个呢 就送我们的 韩国的爱豆瓶一份 也是有大直 刘正川韩朝把提供的 非常好喝 好 抽奖时间到了 今天的节目 不知道节目精彩呢 赶快啊 下节目以后 去听BTS的M 这一次在联合国的MV 超厉害的 还有 他跟COSPLAY的 酷玩乐团的新歌 赶快去听吧 我们下集见喔 安妞